戴茨颖收下年度超级赛第四关 资料照 Badminton Photo提供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世界球后戴茨颖与双女佩丽阳 李哲辉分别在法国超级系列赛 拿下女单和男双冠军 这是台湾首次在单战超级系列赛 拿下二关 外媒更以一时二秒来形容这历史性的一天 戴茨颖生涯首度 闯进法国超级赛女单冠军赛 只花了31分钟 以21比4 21比16击败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名将 山口前外媒Badminton站文表示 此一可能是小代今年的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 并以Invincible无敌来称赞球后的实力 世界排名第八的台湾第一男双双李佩丽阳李哲辉 也是生涯首度闯进超级赛冠军战 中场以21比19 23比21惊险击败世界第二的丹麦老将鲍伊摩根森 一日双冠也为台湾在超级系列赛中缔造历史新叶 大镜也指出台湾好手开始在大赛中慢慢崛起 准备好迎战与球传统强国再创新记录 李扬作李哲辉获得生涯首作超级赛冠军 资料照Badminton Photo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哲辉获得生涯首次